美国风投公司投资中国芯片行业超过10亿美元 根据美国众议院的一份报告 去年8月政府禁止投资之前 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已经向中国半导体行业投入于10亿美元 一项国会调查确认 从2001年起 5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共投入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到中国半导体行业 推动了这个被美国政府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业的发展 周四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两党成员发布的报告显示 这5家公司为150多家中国公司提供了资金 这些公司是机缘资本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 高通风险投资 红杉资本和华登国际 根据委员会的报告 约有1.8亿美元投资流向 直接或间接支持北京军方的中国公司 其中包括提供芯片给中国军事研究 设备和武器研制机构的企业 比如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这些投资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 这份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聚焦于拜登政府之前针对中国融资渠道实施的全面限制措施 报告并未指控任何公司存的违法行为 去年8月美国政府颁布了规定 禁止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向中国增加投资 这些限制涵盖了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 并受到全球监管 这些措施旨在防止中国军事和间谍机构 利用这些技术来提高其能力 自从一年前成立以来 该委员会一直呼吁加强对中国的关税措施 他们正在调查福特汽车和其他与中国公司合作的美国企业 并且特别关注涉及中国购物网站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 据报告 国会建议限制对所有受到美国某些贸易限制 或被列入联邦政府红旗名单的中国实体 及其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投资 这将涵盖与中国军方合作或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企业 例如为新疆地区的公司 立法者们建议 美国政府还应考虑对生物技术 金融科技等领域实施控制措施 据报道 去年6月 在委员会公布对私人投资的调查计划之前 红杉资本已经决定将其中国业务与美国业务彻底分离开篮 此后将由独立运营的红杉中国使用这一名称 几个月后 纪元资本也宣布将亚洲业务剥离出去进行单独运营 华登为对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金沙江创投的代表拒绝发表评论 纪元资本提供了一个更正和澄清清单 表示他们一直遵守所有适用法律 此外 纪元资本正在试图出售他们在报告中提到的三家公司的股份 红杉发言人表示 公司十分重视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并始终遵守相应的法律程序 去年12月31日 红杉已成功完成与红杉中国的分拆 高通风投的发言人表示 相较于其他风险投资公司 他们的投资规模较小 紧战特赦委员会报告中讨论的总投资额的不到2% 美国政府高官们越来越担心 与中国民营技术企业的商业合作也存在问题 他们认为中国试图利用民营部门熟知的专业知识 来帮助军队实现现代化 委员会的领导人承认 报告中提及的许多投资 都是在美国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时期进行的 20年前 我们都压住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好处 这是符合逻辑的 威斯康星州众议员 特赦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说的 他接着补充说 但后来我们输了 现在我觉得没有借口可言 这份由57页组成的报告 收集了这些公司提供给委员会的有关投资信息 以及对多家公司高管进行的个别访谈 该委员会报告的重点 仅限于中国资金流入部分市场的情况 根据初创公司融资追踪公司PitchBook数据 从2016年到2023年7月 中国半导体公司在包括美国投资企业在内的交易中 共计筹集了87亿美元 这类投资在2021年达到历史高峰 在过去几十年中 风险投资公司一直在积极向全球 特别是亚洲扩展业务 但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中国企业投资将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现在没有人愿意冒险涉足中国市场 风险投资公司其实资本的投资人莱纳斯良因表示 委员会认为像红山资本和纪元资本这样 与中国有联系的投资实体被拆分开来 并不能解决他们对美国资本和技术最终流入中国企业的担忧 事实上 最近从红山分拆出去的红山中国也吸引了美国投资者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从纪元资本分离出来的纪元亚洲 这些公司都有能力投资美国的初创企业 报告的主要焦点是总部位于加州的华登国际公司 它是中国芯片行业中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外国投资者之一 该公司由陈立武领导 他曾担任芯片设计公司Cadence Design Systems的首席执行官 并现在担任英特尔董事会成员 根据委员会的报告 华登国际与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 包括一家知名的军事供应商合作 为中国芯片行业设立了多种基金 华登是中芯国际的创始股东和早期资金来源 因其与中国军方有联系 该公司现在受到美国贸易限制 根据委员会的发现 华登过去几十年对中芯国际投资达5200万美元 并向棋子公司投入数千万美元的资金 陈立武也曾担任中芯国际董事会成员一职 他为中芯国际和其他公司带来了关键的芯片设计资金 工具 知识产权和贵重的客户资源 尽管中芯国际曾在2007年被美国政府认证为可靠客户 但近年来 华盛顿对该公司的活动日益怀疑 如今 中芯国际已成为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 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关键所在 高通风投和华登投资了数千万美元 给中国公司中威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用于生产芯片所需的机器 作为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之一 中芯国际及其他公司都依赖中威提供先进的制造设备 由于美国对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 中威在推动中国芯片行业发展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得到政府大力支持 但与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合作 也为他们提供了管理专业知识 获得技术并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机会 同时 美国风险投资公司也帮助企业在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面前发言 影响决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